大家好,我是安逸芳 那有粉丝提问呢,他说 这个八宫卦每个卦宫的卦变规律 有的卦宫呢,它有这个地子 有的呢,它没有啊 比如说昆维帝这个 那么第一个卦,帝雷复,它有地啊 第二个卦,帝则灵 第二个卦呢,帝则灵啊,它也有地 第三个卦,帝天太也有地 而到了雷天大壮和泽天怪水天虚啊 这三个卦里面没有地 它为什么也归属于昆宫卦啊 那么同样的问题,它也可以说是 前宫也有这样的 每个卦宫呢,它都有 三个卦,它的卦名 里面不含有本宫卦的这个 字啊,这个字就是什么 自然现象这个昆维帝啊 没有,它原因是什么 那问出这种问题呢 是因为他不知道啊 汉代金房创立的这个八宫卦呢 它是怎样演变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我工艺课当中呢,也没有讲到 我讲的那种卦变规则呢 是按的是 六十四卦方圆图啊 以先天八卦卦序来变化的那种 而这种呢,属于汉代金房创立的 它是以 每一个卦宫啊 八个单 辅卦 八个单卦组成了 八个辅卦啊 就是像这样的昆维帝 上卦呢,为一个单卦 昆维帝 下卦呢,也是一个单卦 这就是由两个单卦组成的一个辅卦啊 这就叫辅卦 两个单组成一起就叫辅卦 上下相同的 那么称之为本宫卦啊 六十四卦当中有八个本宫卦 就是前侃更正 逊离昆队啊 那么我们只讲以昆为地 为例来讲 金房呢 它是怎样把本宫卦演变出来的 我们看啊 初遥变啊 它把这个昆卦呢 初遥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 地雷副卦啊 这就叫地雷副 好,初遥呢 再继续往上变 变二遥 这个不动啊 红色的 我们盯着这个红色的 那么这个地雷副 它就是一式卦 式遥和应遥 那通过这种方式 其实你会发现啊 把这个本宫卦背下来以后 式遥和应遥 你就知道了 根本不用去记 我之前给大家讲的 这个安口诀啊 天同二世天变五 那这个口诀呢 是在前面讲 装卦的时候 我们讲过这个口诀 大家可以翻看前面的视频啊 这期视频呢 它属于家的内容 那么到这里呢 就变成 二世卦 地则零卦 它的四遥肯定是在二遥 然后阴遥在五遥啊 我顺便把诗印讲一下了 就 不变啊 把它挪过来 不变 然后继续变二遥 然后到了 地天太卦呢 也是继续把它 这个红色的变三遥啊 我们看 把三遥的阴遥 变成阳遥 下面的两个阳遥 不动啊 这个是卦变规则 从初遥开始变 初遥代表我们一个人的 内在和本质啊 变 装卦的时候呢 我们以初遥装变卦的时候呢 也是从初遥开始变啊 人的内在开始发生改变 所以地天太卦是什么 三十卦啊 上遥是印要 我们装卦的时候 我们装卦的时候 从初遥往上装念的时候呢 要从上往下念 先念上卦啊 后念下卦 这是我们读的时候 把它读出来 大家要记住这种规则啊 不要搞反了 然后呢 再变呢 就变这把第四遥 变下来就变成雷天大壮 对吧 就是这个卦 那么这个卦呢 它就是一个四十卦 初遥呢 为印遥啊 反过来了 世影之间呢 永远间隔两个遥 这是不变的规则 好 再把它往上变 变到第五遥呢 变成了 则天怪卦 看这第五遥 变成羊遥啊 音变羊 则天怪就是这个卦 那现在通过我们对比一下啊 这个是六根羊 音遥啊 那变到这个 则天怪卦 五世卦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了 五个羊遥 一个音遥了啊 就变完了 那是不是到了 这是第几 这是第六个卦 对吧 这是本宫卦 这是一二 三 四 五 六 那么到第七个卦 是不是要变这个音遥 最上面的呢 不行啊 到这里一定要讲一下 因为上摇呢 代表宗庙 也其实也是我们的精神领域啊 灵魂思想 最上摇是不可以变的 这是六十四卦 卦变的 总纲啊 再变也不能把老祖先给变了 那上摇呢 就代表 如果是国家 它就代表这个国家的政权 总机构啊 如果是这个家族呢 它代表你的老祖先 你不能变了老祖先啊 好 这个音遥不变 那么我们到了水天须这一卦 属于游魂卦 游魂卦的卦变规则是什么呢 我们先把这两个卦排出来啊 游魂卦的规则呢 它是回变四遥 看一下 把这个卦不变啊 则天怪吧 卦不变 然后呢 把第四遥变了 这里啊 第四遥变得很阴阳 阳变阴 这是一种 回变四遥啊 一定记住是回变四遥 那这里呢 还有一个我没写出来啊 那就是把本宫卦 我们对比啊 昆宫是本宫卦 把这个本宫卦的什么遥变了 能跟这个水天须是一样的呢 我们来看啊 变几 变一二三五遥 对吧 那就是变 本宫的一二三五遥 把它都变了呢 就是游魂卦啊 这是昆宫帝的游魂卦 这就是两个 这两种规则呢 随便你理解 那这个回变四遥 是在则天怪卦 就是在他前面的 这一个武士卦的基础上 第六卦啊 这是第六 在他的基础上呢 回变四遥 这时候得往下走 不能再变六遥啊 要回头再变变四遥 所以呢 所有的游魂卦啊 都是四遥齿势 所有的游魂啊 都是 你可以在八宫卦里面去找所有的游魂卦啊 全部是四遥齿势 四遥代表的是大门外面 这个人呢 没回来 魂魄还在外面啊 四遥 记住这个 在这儿 那所有的归魂卦 它的卦变规则是什么呢 归魂卦的卦变规则是 本宫卦只变五遥 我们看是不是这样啊 本宫卦呢 是昆宫 昆宫的五遥在这儿 把这个阴遥变成羊遥 是不是 水地比 对 它只变五遥 这是一种啊 这是一种规则 那剩下一种呢 我们还是要依据前面这个第七卦啊 游魂卦是第七 把游魂卦不动啊 只把它的内卦下远三个卦啊 一二三遥变成错卦 就是阳变阴啊 阳变阴 阳变阴 这就是错啊 错呢 就是阴变阳 阳变阴的过程就叫错卦 它只把它的内卦 下卦称之为内卦啊 这个名词要知道 下卦前面三个阳 三根阳也要变成三根阴阳 这样呢 它就称之为错卦了 这是两种卦变规则 那接下来呢 同学们就自己画啊 这是我讲完了 你画一画呢 你就有感觉了 你随便找一个更功的卦 你一个一个画 然后一个一个对照 写上名称啊 你看看是不是这种挂变规则 好 今天的内容呢 就分享到这里 这种挂变规则